發牌機, 可觀制服, 保安制服, 金屬探測器, 全部都是真實 還有面積7000萬假冒賭場的籌碼 加上19個內地老千, 整個局禁等本 難怪就可以在兩個月之內騙到800萬 師警說這個老千集團已經運作兩年 他們會租用酒店的總統套房 然後將組裝的倒桌等等道具 用行李箱分批運上酒店的房間 再將套房改裝成為賭場的貴賓廳 這個集團成員分別會 是要裝成娛樂場賭場的裝可、侍應、公關、保安員 其餘的慣罪集團成員會假扮成賭客 佈置好房間之後, 就會帶客人到房間去練賭 說明是老千, 賭具當然是做過手腳 他們有紀錄表, 紀錄表是一個排序 還有這個排床是古惑的, 排床有大玻璃 會反射, 看見點數 推上一點點, 看見副牌的點數 警方估計這個集團兩年內已經開了很多次賭局 但騙了多少款項就暫時未確定 單單上個月就有一個內地人欠了400萬的賭債 而最近的一次賭局就設在中區的一間酒店 19日凌晨, 警方見時機成熟 於是就一網打盡 拘捕了15男四女, 青一色全部內地人 在行動中, 警方又發現4個內地賭客 他們當時已經一共輸了400多萬 其實賭賭廳這些老千局近年時不時都有發生 澳門人就很少中招 至於外來的賭客就自己小心點 再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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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我們贊放 警 escrever